再來 新北市的領位補算 民進黨的余天跟他們的董主席 鄧英台做揮集有公佈節目 余天說他真的是很怕寒流 說他如果落選就要拿出政策 鄧英台也說這個新北跟台南都選輸 董主席他也做不下去了 結果給國民黨的第四位跟警察說 大概都說如果選輸就要拿出政策 但是事實上是關都越做越大 那朱立倫跟韓國瑜跟馬英九 你比較怕誰 我當然比較怕那個寒流 真的啊 我上一次他寒流來 我的天啊 那個人之多嚇我一跳 余天真努力跟民進黨主席 董英台做的接受公佈傳訪 我們盡全力來做 但是如果真的寒流來襲 我就不如歸去 如果兩席全部失敗 你就會辭職啊 我們抗拒寒流 到底能夠抗拒到什麼程度 我說抗拒寒流 我的定義是我們要累積人氣 跟抗拒壞天氣 這樣才能夠接地氣 都用抬跟余天雖然是對孫前有信心 不過民進對韓流這麼強勢 兩個人表示 那我問你 如果你這次選輸了 余天大哥 你這次選輸了 你 我就退出政壇 哎呦 又一個要退出政壇 可是每次說到都沒有做到 你看那謝長廷 謝大使 說要退出政壇 結果後來還關越做越大 國民黨的電視尾 考慮一天後繼續招選技 露天也要是來菜市那拜票 我們要再說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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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廠方都很拚世 選前已經到達到最後了 是韓流的威勒比較強 也要是高大 自稱的人威勒比較高 就等選民來決定 今天必須造成